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001集 这位周师兄为什么问这个 夏小兰乖乖点头 师兄 您记性真好 听老师说一次就记住了 周茂童哈哈大笑 我不是记性好 我是想起来有个堂兄的女儿 去年就是考上了华清 问我读什么专业 我自然给她建议读建筑系 夏小兰微争 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呢 周师兄您说的侄女儿 是周立敏吧 八四届建筑系三个班 一共就15个女生 姓周的只有一个 就是夏小兰的室友周立敏 周立敏就是岳省阳城人 夏小兰虽然经常在阳城出没 都是忙着跑生意上的事 并没有去过周立敏家 也没想到周立敏 会有一个如此显赫的堂叔 对学建筑的学生来说 周立敏这样在岳省建宫里 担任要职的堂叔 可真是太好的背景了 周立敏点头 正是她 你肯定认识 你们学建筑的女孩 不会太多 何止是认识 丽敏是我室友 我们一整个寝室的同学 感情都很不错 有了周立敏一层关系 夏小兰再看周茂通 也就多了几分亲近 她说307寝室的关系好 也不是假话 连毛康山都知道 夏小兰把自己室友 带到鹏城来打暑假工 关系不好 又岂会这样做 不过之前 周茂通没提自己堂侄女儿的事 把毛康山都瞒了过去 毛康山瞪眼 你非说要来鹏城一趟 难道就是亲自告诉你师妹这事 周茂通在老师面前不敢摆架子 连连告扰 当然不是 我真的是来亲自看一看这边的情况 也要看看小师妹 我们师兄妹以后也要来往的 现在不见面 难道等着闹出见面 不认识的笑话吗 周茂通真的对夏小兰很好奇 知道他和堂侄女儿同见 周茂通肯定要亲自来看看 并不是要用堂侄女儿来拉什么关系 但能让老师破例收为关门弟子的建筑系本科生 周茂通自然要亲自见一见 夏师妹 我 我要感谢 你让老师重新打起精神 又有了教学生的心思 因为你的事 老师还愿意联系我 这是我最高兴的 但私人的关系 不能影响公事 你要开公司 如果是一时兴起 师兄劝你 趁早别做 这一行要和非常多的人打交道 建筑质量也不容马虎 我可以让你的公司挂靠在越界名下 但也能随时终止 你懂吗 要不是毛康山在旁边看着 周茂通说的话会更不客气 主要是夏小兰的年纪太轻了 在周茂通这样的人看来 就是不靠谱 年纪小 意味着没经验 不知道要搞建筑开发多辛苦 也困难重重 干到一半不干了 周茂通管不了 亏的是夏小兰自己的本钱 但挂了越界工的关系 周茂通却要为房子质量负责 毛康山喜欢夏小兰不假 周茂通不亲自见一见夏小兰 害怕老师年纪大犯了糊涂 被人哄得心欢怒放收了关门弟子 又替关门弟子辛苦奔走 这些都不算个事 但关门弟子要是办事不靠谱 闹到最后没法收场 老师恐怕会大受打击 周茂通其实和毛过胜一样 都是对夏小兰不够信任 可周茂通甚在坦荡 明明白白说出来 并不惹人讨厌 反而叫夏小兰对这个师兄信生好感 都是毛康山教出来的 毛康山会好好教学生 难道以前真的不管亲儿子的学问 学的东西是一样的 一个人的能力却完全是两样 所以周茂通和毛过胜 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也不同 夏小兰不知道毛过胜 能不能体悟到这点 听了周茂通的话 他一点也不生气 也收起了先前的嬉闹笑意 一脸正色 师兄的教诲 我都听在心里 要做房地产开发 也是我考虑了两年的事 并不是一时兴起 我已经准备好了注册金 也选好了要开发的土地 对整个项目 都有我自己的规划 还请周师兄助我 周茂通脸上的表情 也不轻松 好 你仔细同我讲讲 师兄妹两个 直接没管老师毛康山 和旁听的毛过胜了 周茂通的疑问 夏小兰都回答得很认真 疑问一答中 不知不觉就是两个小时 开始周茂通眉头还皱着 慢慢就舒展开了 到最后 周茂通已经非常放松了 你聪明又有拼劲 天赋不仅展现在建筑上 还对商业上的事了解 我不该因为你的年龄 就质疑你 师兄 向你道歉 夏小兰连连白手 师兄说哪里话 这不是质疑 是您对老师的关怀 也是对我的关心 任何人听到 我要搞房地产开发 都会和周师兄一个反应 但您能亲自过来一趟 而不是用推诿之词 拒绝帮忙 难道我还不懂 您的关怀爱护之意吗 夏小兰喜欢周茂通 周茂通对夏小兰 也满是好感 以为是年轻气盛 说话办事却非常靠谱 老师有这样一个小弟子 周茂通表示很开心 人和人的差距真是大呀 周茂通想起自己的堂侄女 能考上华清建筑系 学习这样好的小辈 周茂通都会格外关切两分 但和周立敏同龄的夏小兰 已经走到了同龄人的前面 不是领先一两步 而是领先了好几步 周立敏还在学习书本上的知识 夏小兰一边学 一边要用书本上的知识致富 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两人讨讨论好了资质的事 周茂通话锋一转 小师妹 你要搞房地产开发 公司总不能你一个人忙前忙后 你自己还要上学呢 你要是想招人帮忙 我倒是能够推荐一番 夏小兰很高兴 周师兄 你要是能给我推荐合适的人选 还真是帮了我大忙 周茂通点头 你不觉得我月祖带跑就好 不过我先要问问他们的意见 等你这边呢 公司正式成立 人员配置也就差不多了 周茂通说的光景 夏小兰也很遐想啊 先把公司搞下来 再把那块地拿下来 他就知道今年定下的 赚一百万的目标没定对 先前是觉得太低了 现在想想是太天真了 怎么可能赚一百万 事情顺利的话 他得道欠银行几百万 但这个钱欠得值 不是有句话说 能欠银行钱是本事吗 没本事的人想欠银行钱 也要看银行肯不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